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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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我去跳舞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人去養賴我了 只是純粹我的爸爸看到附近有一間宿舊 然後問我上去看看 要不要去那個學校學一下舞啊 很覺得很帥 我就join了 其實我剛開始認識她 她是我的學妹 她是一個蠻屬於 passion 蠻積極的人 因為她當她一接觸舞蹈 她就很積極地想要去 學習更多 想要懂得更多 兩年前在UCSI dance concert 的時候我不小心爸 我就做一個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就是從很高的地方跳下來 然後我的腳就 韌帶就斷了 我聽到的時候我是先冷靜 我就覺得 喔 醫生啊 這樣的話我還可以跳舞嗎 然後我就講 跳舞? 不能跳啦 跳什麼 你這樣子的話肯定會受傷了以後 然後我到了晚上 我就真的是很崩潰的在那邊哭 我將來本來已經設定好的道路被人家切了一刀 那個時候是不能跳gynastic的時候 我真的是切了一刀 復健其實是蠻辛苦的啦 就每一次 每一次去復健真的是很痛苦 感覺就很像把你的 每一次都在切斷你的腳 每一次復健就是每一次在切斷你的腳 那種感覺就是實行劣廢的感覺 就一直重複一直重複著 在那三四個月裡面 一直在重複著那種過程 就是 你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 你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反抗 可是你必須要去承受這些痛苦 你才可以 以後才可能 可能可以跳回舞蹈這樣的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我很害怕我不能跳回舞蹈 可是我最不想放棄的就是跳舞這一個東西 他已經找到他自己去 他自己應該要擁有東西 我相信以後未來他是一個能夠發光發熱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一輩子的 那就是跳舞 這件事情這樣我可以做一輩子 我就要去做一輩子 然後每一個人可能就可以去想一想 到底什麼事情是你可以做一輩子的 這件事情一定會對你的生命有所意義 所以在那邊 在那邊 我現在十字幕會議天馬蘇 你以為他這個選舉 你為你也知道 你會這樣做